2019年12月4日星期三 不宇宙知识和真相觉醒之路信息 1.为什么有修行还会成为迷惑众生 作者何玉玉 于2019年12月2日 一般只要谈论到修行或是灵修 相信许多人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 宗教性质的参拜法会 或者打坐 冥想 吃素 持咒听经 或是祷告 礼拜等等世俗所认为的修行 这些大多是需要前往某些特定的道场或教堂 并且是与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差异很大的行为 因此时常会让很多人的心中 对修行或灵修产生相当大的误解 但是基于多一世不如少一世的心态 就算知道那是修行的陷阱也不便挺身揭示 并且以一己之力要扭转错误的集体意识也做不到 经常会有许多人定期去参与各个道场或神坛法会 教堂仪式 时常参与念经或祷告的修行者 几乎都是迷于行事 都认为自己所做这些行为就是行善积德 便无认为这就等同于是在修行 这些人非常热衷于参加有关宗教的各种活动 最大的原因就是内心有求 不管是祈求人天福报还是有其他目的 但本身却不用心于去改变自己的心灵 应该说是从来不曾会比较真实 或从各个方面去提升自己的智慧 只是一味的迷信于这些活动 因此时常听说有信众被某些自称什么大师或法师 真人的或号称什么神佛下界的邪恶之人 骗财骗色 真正的修行是顺从宇宙规律 让自己能跟大自然融为一体 这样我们才能跟大宇宙合一 也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 让我们的灵魂得到解脱 天人合一 所指的合一就是指我们在现今的物质世界里面 它是浑浊不透明的 沉重的 当这个沉重的 浑浊不透明的部分 当我们把它们拿掉之后 自己内在的真正自己 也就是创造者在创造我们原始生命时 所设置的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就可以把它显现出来了 达到这种状态时 我们就叫做天人合一 这里的天 指的是指高维次空间灵界的实相存在 而不是指天空的天 人 指的是在这低矮物质世界地球里面的所有存在 真正的修行 它并不需要什么仪式 姿态 怎样的道场 环境 因为 修行即生活 生活即修行 我们生活在这个梦幻般的花花世界 它就是提供我们修行的最大的道场 每天所面对的人 是 物就是我们最好的对境 这些都是我们不断的轮回转世 拥有这个肉身载体来到人世间历练修行的最主要原因 一个内心得不到解脱的人 都是会想通过外力来给到自己一些能量 这样的人就是会有诸多的执着 表现出来就是我们所称的身外求法这项修行 因为有执着心的人 并不想通过自己内心所拥有的神圣力量 来提升自己的灵性层次 修行 若想要找对方向 就必须是往内心里寻找真正的自己 修清静心 也就是当你做任何事情 都要先问问自己的内心 这样做对不对 该不该做 凭自己的直觉或感觉 不需要去问别人 更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 也不需问利益 内心里只有对错 也只有当自己内心清静的时候 我们才能跟内心的自己进行沟通交流 也就所谓的对话 因为那个清静时候的自己 才是真正的自己 那个自己才会有智慧 当他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时 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我的智慧 只要人有了智慧 自然不会身外求法 这项修行 也就永远不会修偏 如果一个人不断地往外求 让那些号称有神通功能的人给我们能量 这样就正中了妖魔鬼怪的圈套 他们就是利用这些有神通功能的人 来迷惑广大身外求法的信众 因为这些信众并不知道 以为只要有这些神通功能的人 就是佛菩萨下界普度众生 虽然上天的神佛菩萨都是无私大爱 但是他们都会遵循宇宙规律 绝对不会显化任何的神通功能来迷惑信众 一个修行人 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 都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如果修行都要靠加持 只有妖魔鬼怪会传这样的邪法 神佛菩萨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因此 修行不叫人修心的 只要身外求法的就不是正法 都是邪法 只是世人没有这种分辨能力 不管它是以怎样的方式展现出来 只要是有求的 而且不断的往外求的 求加持也好 求人天福报也罢 这些都是妖魔鬼怪在忽悠我们的伎俩 目的就是让我们持续往外求 这样修行方向就反了 而真正修行是修心 是往内求 往外求就会让我们永远找不到真正的自己 找不到回家的路 而永远被邪恶势力控制与利用我们的灵魂 所以千万别以为修行了就不是迷惑众生 修行要找对方向 没有选择到正确的道路 还是属于迷惑众生 现今人世间的修行人 不属于迷惑众生的还是少数 道场 法会满山遍野 不管有头发还是没头发的大部分都是 在物质世界的人世间 确实有许多人有信仰 因为通过信仰能让人欺恶从善 但是修行仅具有这种信仰 只是处在一个非常粗浅的阶段 其实严格的来说 应该说是迷信 因为他们都把神佛当成一种迷信来信奉 膜拜 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 他们根本不知道神佛菩萨也是人 佛就是觉悟的人 人就是为觉悟的佛 只是神佛菩萨在不同的维次空间 他们有很高的智慧 很圆满的智慧 所以神佛菩萨可以帮助我们觉醒 可以起到指导的作用 但是神佛菩萨绝对不会去介入任何人的因果 任何神佛菩萨都不会 因为那是违背宇宙规律 所以 为什么上天老祖宗们要传达这些宇宙知识 给地球上的世人们了解 就是要告诉我们真相 让我们自己通过学习去修正自己 改变自己之前所有的错误 不断的修正自己 往内心里寻找真正的自己 这才是正确的道路 只有这样才不成为迷惑的众生 谢谢阅读 感恩您 2019年12月4日星期三 宇宙知识和真相觉醒之路信息 2.如何除去自己的心魔让灵性快速提升 作者 何玉玉 于2019年12月3日 我们轮回至三维的人间修行 在这个五着恶世中生活 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漏 烦恼 这个花花世界这么大 其实 它什么都没有 所以它什么都不存在 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问题或难题 如果有 那也是自己所造出来的一种架象 让我们不断的困在这个牢笼里 让我们越来越执着 越来越没有智慧 越是挂碍着各种各样的圆或身外之物 修越是放不下 自然受自己心魔的影响与控制 越就一直无法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 什么是心魔 就是来自希望自己是重要的那种念头 也就是希望能够靠外在的东西来肯定自己 获得他人的认同 掌声与喝彩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由于 我们从小就被家长或老师教育成比较性的人 什么都要比 凡事都不能输人要有成就 这个成就包括各个方面 例如成功的企业家公司的大老板 某机构或团体的负责人 或在学术上很有成就 或能够喊得出名号 众所周知的社会达人等等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念头存在自己的内心 就是来自于我们希望自己是个重要的人物 不要被人看不起 其实我们本来就具备有完美的神性 根本不需要靠任何外在的东西来肯定自己 只是许多家人还在昏睡未被唤醒 还未能一起自己真正之所示 所以一个开悟的人都会保持低调 绝对不会到处显摆炫耀 因为完美的神性都是如此 虽然我们每天都需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面对一切的问题也都无法逃避 但是它却可以锻炼到我们的智慧与能力 这就是要我们在这些问题当中 能够让自己不断的去超越 提升自己 其实遭遇各种问题不断的超越 就是不断的在放下各种各样的问题 倒过来说 只要我们遇到不管什么样的问题都学会放下 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不去执着 这就代表我们已经在不断的提升 不断的在超越自己 因此无论财富 名声 地位或所有世俗所珍惜的这些东西 都属于身外之物 都不足惜 一个人会去追求这些东西来凸显自己的重要性 就是自己希望受到别人的重视 无法挣脱心魔的掌控 天许您会说 用说的当然简单 因为对于一般的大众来讲 不要做到却非常的困难 因为众生们还理解不了 也看不透 这当然需要有一定的智慧 才能看清这个幻象世界的实相 这就是为什么 上天要传达这些宇宙知识与真相 来给到物质世界地球上的世人 就是要让世人都能增加智慧 去判断现今人世间知识的真假 让我们看穿这个世界的一切真相是什么 从而让我们能够逐渐的去放下 由于我们人世间的知识都是颠倒的 长久以来鸡飞城市的结果下 让世人并不认为那些是错误的认知 如果不照着错误的方式做 反而会遭受异样的眼光或飞言飞语的攻击 所以老祖宗们才会从教育开始 普及宇宙知识 其实也是在理解与了解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逐渐的学会放下 因为在现今的环境下 要让世人相信而愿意去学习 这就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了 更何况还要众生们去确实的做到放下 达到培养 效益的一个学习过程就更难上加难了 如果不是拥有很高智慧的生命 告诉他们这些知识 他们当然是听不进去 更别说要他们去误了 所以他们就继续在这个架向中沉沦 永远在颠倒的知识中生活 所以家人们 什么时候自己愿意放下 从自己的心魔中挣脱出来 放下向外追逐的心念 放下再放下 当我们能够做到放下 只没什么可再放下之时 代表我们已经跳脱 这个物质世界架向的人 所剩下的那个自己就是真正的自己 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幻象 偏见 执着等都会消失 这时候的我们都是智者 都不是凡夫 自然知道什么叫做智善 如果跳脱不出来的 那就证明自己还没有足够的智慧 能够看清这个虚幻的花花世界 其实这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 只要能想得开就成神圣仙佛 想不开就成妖魔鬼怪 所以家人们 我们本来就具有完美的神性 根本无需向外去寻找 我们自己比想象中的还伟大 还重要 只是许多人往往都是向外去寻找 而不是向内去追寻 一旦我们启动了向内追寻的旅程 就不存在不可能的问题 一切问题都是来自于二元性对立的世界 来自于幻象的世界 因为在高维次空间的实相里 这些问题并不存在 但是 这些幻象往往却是一种追寻的起点 这就像是一个火种一样点燃 照亮我们追寻的路程 让我们能够逐渐诚实的来面对自己 所以 我们必须卸下自己的面具 或者脱去自己的戏服 不要太入戏 回归本来的自己 也就是修清静心 找到内心里的真正自己 这只是在说法上不同罢了 谢谢阅读 感恩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